还要费死吗 还要费死吗 像这样一个残暴的手段 如果发生在这个 各位家庭里面 你能够赞成费死 那现在兰英立委有提出说 是希望有那个杀幼童的 就是要死刑 你赞成这个要修法吗 我当然赞成 我觉得是很好的 这个不必多说了 一个大人 可以用这么凶残的手段 对幼童 对手无寸体 而且是那么年幼的 毫无抵抗能力的孩子 我就是有它的必要性的